今天日星期天我起的特别早 吃过早餐以后就跟着哥哥去唱剧 好路上阳光散浪啊 水珠挂在树叶上闪闪发亮 小鸟扎扎的唱着 向前夜飞去找时 我老是要停下来看看鸟到底落在什么地方 快到街头了 人多起来车也多起来 小心哥哥向我喊一声 因为骑自行车的叔叔从身边擦过好危险啊 幸亏没有撞上 自行车越来越多 有凤凰的永久的更多的是飞花 那是我们绍兴生产的 走过一座宽宽的水泥桥便是街道了 街两旁商店很多 卖服装的 食品的 便器的 文具的 书籍的 什么都有 我们在农贸市场逛了一圈 这里摊点特别多 蔬菜瓜果 猪羊 鸡鹅 真是应有尽有 有一群人在买鱼 在讨价还家中还吵着起来 一个说 你的金养不足 欺骗顾客 看我折了你的 撑 那卖鱼的也很凶 害着 你是什么东西 给你补了还怎么的 看你赶来就撑 这样的吵架真没礼貌 最后怎样 我没有听下去 回来的路上 我看见一个养鸭场 我问养鸭的老伯伯 老伯伯 您老人家养那么多鸡 有两百只吧 他笑了笑 你估计的不准 在家一倍还差不多 这鸭场啊 很不卫生 不是垃圾堆 就是凤钢 在阳光照射下 发出真正的臭气 上一趟街真有意思 见到的事真多 写也写不完 的确写了很多 写也没写完 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的是 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什么 你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中心吗 我可以说他想了他上街上所有 上街所看到的一切 但是这是中心吗 并不是 这是文章的内容 中心是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贯穿出来的主要思想 你想给我们这个读者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性的内容 他提供什么呢 好 一会儿说这个鸟飞了 一会儿又说自营车是什么品牌的 一会儿说卖文具卖商店的啊 一会儿说卖鱼的吵架了 一会儿又到养鸭场了 有什么中心可以跟我们说吗 最后他好像类似 其实不太好玩的一次上街的经历 他说真有意思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意思 我没有感受出来 所以这种内容就是无中心的文章 马上降低20分 要是我看到这样文章 流水账 20分没了 拜拜 您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啊 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无中心主义者啊 这个马上要画插 不可取的 OK 不可取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学 好吗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中心到底要怎么弄 题目 什么什么也是一种幸福 在这里呢 就是半命题作文了 对吧 好 半命题作文呢 先跟大家想一想这个审题的事情啊 首先第一个肯定要补充题目 对吧 要补充 补充也是有智慧的 如果说研究宇宙也是一种幸福 好 你给我写 怎么写啊 对吧 研究黑洞也是一种幸福 给我写 好 还有什么呀 聋哑人也是一种幸福 你给我写 我看你能写出什么来 嗯 所以说 补充题目 需要智慧 你要写一个 你能把握住的 你能hold住的一个题目 OK 千万不能说 啊 我就写一个 我觉得特别高大上的 特别 别人觉得写不出来 特别新颖的一个题目 但是我写出来 什么都没有 对吧 什么都不是 这也太可怕了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啊 一定要找一个自己适合的题目 比如说啊 这个 什么什么 失败也是一种幸福 对吧 奉献也是一种幸福 可以啊 对不对 吃苦也是一种幸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挑的这些题目 为什么要这样挑呢 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了 好 咱们来看看 你能指出下列的利益有哪些问 有哪些问题吗 来咱们看看 奉献与放弃也是一种幸福 有问题吗 到底奉献 你想写奉献 还是想写放弃 奉献和放弃貌似也不能并列吧 OK 是吧 那就不行了 这就 怪怪的 对吧 你到底想写奉献还是写放弃呢 你七七五百字 你把两个都写了 你图啥 对吧 你也写不了两个字 你还不如图出一个险 是吧 好 第二个 哎 他其中文章中就写的啊 看着 看着那些优等生的日子啊 过得那么紧张 我想 我也无法承受那种奋斗的辛苦和竞争的压力的 我觉得我的放弃是明智的啊 原来放弃也是一种幸福 你觉得这个利益有问题吗 有 有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利益啊 你是一个小学生 你如果现在就想着一些非常消极的 不向上的 黑暗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话 我觉得就太不向我们的年龄特征了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利益啊 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公认的 但是不会写在上面的一个要求 就是尽量我们要光明一点 阳光一点 向上一点 积极一点 欢乐一点 千万不要写太过阴沉的 太过消极的内容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喜欢走那个四十五度角 仰望星空的这样一种忧伤感 对吧 但是不要在你的考场作文中出现 OK 好的 所以说在这里啊 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一个 啊 我不行啊 我根本就受不了那个什么尖子班啊 竞争班啊 竞赛班的那些压力 我还不如不去呢 我就消极待世 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 不可取 亲爱的们 不可取啊 好的 所以这两个利益都是有问题的 咱们来看看 利益的基本要求有什么 啊 第一个 准确 鲜明 嗯 文章的主题应该极致鲜明 观点集中 不能含含糊糊 模棱两可 对吧 哎 你千万不要 哎 一会说奉献 一会说放弃 然后一会觉得奉献特别好 一会觉得奉献特别不好 哎 你就觉得你到底想说啥 对吧 我根本就搞不懂 所以说一定要非常鲜明的亮出你的观点 就针对这一个观点 一个主题 一个中心进行讨论 OK 好的 第二个 要深刻 要让读者受到教育 启发和鼓舞 你看 受到教育 启发和鼓舞 你觉得我刚刚说什么 我上不了优等班 我上不了竞赛班 我上不了 所以我说葡萄酸 我承受不了压力 你们就上吧 我就在普通班就可以 这会给人鼓舞吗 会给人感受 这个感动吗 不会 只会给人无边的黑暗 无边的消息 OK 所以说第二点 要注意到深刻 哪怕你觉得你现在是个小学生 我凭什么要给你深刻啊 我深刻不起来 但是你就通过这么一点点小事情 你如果得到一点道理和启发 告诉别人 那也是一种深刻 OK 第三个 心意 什么意思呢 有心意 别出心裁 给人耳目一心之感 千万不要写一些非常正常的事情 大家都懂的事情 或者大家都懂的事情 你说出一些不同的点来 那就是心意 好 咱们来看看 第一个 鲜明 好的文章 作者爱什么 恨什么 赞成什么 反对什么 数美数丑 谁是谁非 太久 非常的 必须要明朗 其实必须要鲜明 对吧 利益呢 要求鲜明 但表达时要注意含糊 这是我刚刚已经说过 对吧 你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你想觉得这个是好 你就要说它好 你觉得这个不好 就说不好 你千万不要在一篇文章上 你就觉得你特别厉害 你能把好的和不好的都放在一起说 不需要 那是一轮文 得你初中再说 这个时候不需要这样 好吗 好的 利益要求鲜明 但表达时需要含序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主题要印含在具体的戏序和描写当中 一般不易用明显的话语来揭示出来 也就是说啊 我觉得诚信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我不能就一直说 诚信很好啊 诚信多好啊 诚信是我们人间的一个大财宝啊 这太无聊了是吗 你就越这样说 我们就越觉得诚信不好啊 是吧 你要用通过具体的事情 哪些人做的哪些诚信的事情 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你把它说出来 证明你的观点 OK 好的 如表现人物勤劳的品质 要通过具体的事 或者生动的细节来表现 不一张勤劳二字 作为标签贴在人物的身上 OK 懂这个意思吧 好的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也是 你不能说这件事多有意义啊 一直在那说 这件事可有意义了 我跟你们讲啊 这件事太有意义了 我和我小伙伴干嘛干嘛 就是有意义到不行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你有意义 你要体现在事件上 你要体现在你的人物上 你到底干了怎样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感到有意义 那才是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不仅要通过人物和事件来表现出来 还要通过从抒情和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 比如说啊 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终身难忘 对吧 可以这样说 虽然你现在说终身有点奇怪是吧 好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深刻 深刻就是读后 深受启发 深受教育的 或者可能从平凡的事件中 看出不平凡的 思想光辉的 是有深度的等等 对吧 比如说四季这个地方 有的人说四季要写什么呀 一年四季呗 春夏秋冬呗 OK 但是真正能够深刻起来的人 他可以在一年四季中感受到人生的变化 觉得春天是年轻的 夏天是青年的这种热烈奔放的 然后秋天到中年了 冬天到老年了 对不对 跟着人生的阶段发生变化了 是不是 好的 那么这是可以深刻的一个点 从这种比较抽象的题目中 可以深刻起来的 好 第三个 利益要新颖 一高而文胜 啥意思啊 从心的角度出发 给人一个耳目一新之感 从而能够让你的文章更有心意 更可读 对吧 文章要利益写出心意 写出深度 不要过多重复 别人已经说过多次的话题 不要就是论事 浅尝辙止 还要注意利益的实在性 那么你想新 要么你提出新的观点 要么你可以用新的材料 因为现在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稍微关注一下这个新闻 就有一大堆事情可以让你用在作文中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在这里 写这个读龟兔赛跑有感 龟兔赛跑有感 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么有的人觉得什么呀 兔子其实输给了自己 觉得很骄傲啊 觉得他本身就完全可以胜得了富贵 对吧 没想到给睡着了 粗心大意 对吧 弱点就是去对取得胜利 是认识到克服自身的弱点 对取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一方的观点 一方的观点会这样说 他说兔子其实啊 是故意输给乌龟的 哎 因为兔子明白 他与乌龟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吧 胜之不武 啥意思啊 哎 我一个跑这么快的兔子跟你乌龟比 我获胜的我都觉得 哎 这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这多丢人啊 我明明就本身就可以赢你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对吧 我赢你那是正常的 我不赢你那才不正常 所以他就故意输给这个 这个就是输给乌龟 但是他又不能太刻意 所以干脆啊 领先后就大睡一觉 然后呢 避开两难禁忌 聪明之机 反而觉得兔子还挺高风亮节的 是吗 他觉得兔子的这个品性还挺高的 对吧 所以说 这有很多新的看法吗 完全可以写 对吧 嗯 对 ź